这就是说如果你没办法贿赂成功,也有许有可能,有时候你贿赂过程当中失败,那你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还是会用那个,比如说用Word把它转换成表格,或者是用Excel把它转换成表格都可以,那比如说呢,我们在Word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先直接复制贴到Word,或者是说用Word来开,那Word的好处是说,你在处理过程当中,它可以 只要转换成表格,那就没有问题,就是说可以再把它放到那个其他SS,或者是SQL Server Express里面都不会有问题 第一个呢,我想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复制,然后贴到Word里面把它转换为表格 另外就是说呢,我们刚刚提过就是在那个SQL Server,这个这个ASP.NET里面呢,也可以这个建立那个所谓的,在这上方可以建立 建立这个地方可以建立那个 建立那个SQL Server Express,那SQL Server Express呢,就没有像 SS这么方便,它有些功能呢,没有那么完善 那没有那么完善的话,它就没有汇入功能,所以如果说你要把资料放到那个SQL Express里面的话,那你还必须用第2种方式 就是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转换为那个一个表格 转换一个表格 这个这个开的有点慢 看一下 看一下,不然我用那个Word的比较旧版 这个 这个用Word的2007 或者2003就好了 其实功能都差不多了 那比如说呢,我把这个Word打开之后把它贴上去 那贴上去之后的话呢,要把它转换为表格,其实非常容易嘛,你把它全选之后的话 在那个表格里面会有个什么呢 表格里面有个叫做转换 文字转表格 那这边的话呢,它也会 帮我们侦测到 就是说你的 分格符号在逗点,按确定就可以了 自动也会帮我把它转换为这样的表格 只是说它的 比较 比较 比较没有完善的功 就是说这个双引号部分 你恐怕要自己再把手动把它移除掉 那这个这个双引号部分的话,你可以把它用取代 Ctrl H 把它取代,全部取代一下 把这个 双引号部分的通通把它取代掉 这样的话呢,资料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呢,我要怎么样把它再放到那个SS里面 或者是